大家好,我是罪瘾,今天接着我们的圈黄练尔风云载圈离期版的实况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来自于战天成和愤怒,双方的玩法是两个主力一个随机 好的,开场战天成用谁手发呢? 哎,他用了八神手发,对抗愤怒的威斯 看这一局,其实这个威斯也是战天成比较熟悉的一个角色 但是这一次他用八神那么的制裁得了 他熟悉,肯定打他也特别熟悉 哦,好像有情况有点不怕,镰刀腿受割,追 八神使出的隐藏大招被威斯直接废了 中间有一针的这个中断 应该是故意中断了 现在八神又一发,BC开过去了,狗狗狗,抓 哎,跑过去,跑过去,八神也想再反抓一手啊 也想中断,打修正 免得这次愤怒早有所防范啊,把他直接抓住了 咱们看下一个回合 下一个回合,看战天成的东杖 东杖这次有没有这种超犀利的操作啊 东杖现在稳住 哎,能不能浪起来,威斯空中一个CD轮到 东杖又跟了一手CD啊 威斯继续修正一把 连续的修正,哦,威斯来了机会 BC开 扔到角落,让不要空中屠杀 没有屠到 没有掌握好距离 没有掌握好高度 咱们看东杖也是只能一点点血 威斯,哦,又撞,空中继续屠杀 这次终于屠杀到了 最后变身小蛇 直接杀到了战天成最后一个角色了 战天成表示压力很大 哦,他直接开喷 但是并没喷到 哦,打不过就喷啊 这也是镇然在的一大闪技 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威斯呢 威斯就中招了 嗯,哎,哎呀 哦,空中屠杀又来,要穿三了 哦,愤怒第一局就使出了穿三啊 好的,愤怒玩法真的是够变态啊 我们继续看下一局 下一局的话,看双方学习到谁 每一场都有不同的角色出现 这次战天成还是有东掌 镇原斋,镇原斋倒是永恒不变了啊 开场就是两大主视野级别的 喷子 角色啊,镇原斋 哦,开场战天成开始了 PC,直接上超杀喷 感觉愤怒,他不是他反喷 哦,窗户喷来喷去直接应对啊 来看谁能喷到最后 嗯,哦,隐藏大招喷 战天成绩来一发 哇塞 一口大火直接喷死啊 继续看下一个回合 下一个回合,看愤怒他的龙儿 哎,龙儿又开这个闪电边了啊 这个龙儿我也可以 我们也可以称这个马龙儿 哦,PC 骂大师之弟子啊 现在再喷一发 哦,这也中招了 这个喷到以后伤血量真的高啊 成敦的伤害有这么一种感觉 龙儿他开始了 隐藏大招中招了 谨神必中 龙儿的闪电边也是发挥的灵力尽致 你有闪电边 你有五连边 好像这个龙儿这个比五连边更狠 接着看下一回合 十连边也有了吧 下一个回合 和战天成的东掌出场 哎,龙儿蛇变 哦,没有开到 东掌倒是一波PC开了 PC开 打球取消,打球取消 最后进入超比赛 带走 龙儿再次被升天 现在咱们来到下一回合 下一回合 向愤怒的草层进出场 这也是愤怒最后一个角色了 战天成今天是 对,使出全力了 这一局 上一局被穿散 他非常的愤怒 哎,哎,双方是闪来闪去 哎,还闪 闪不掉了吧 东掌直接开连 但是没有开启的大招 失误了 现在又一发 这次还是连住了 奔怒现在残血 残血有的奔怒还有没有的完 清退两点开 BC好,来了 失误,哇塞 距离不够 距离不够 哇,又被东掌打了一套 好的,现在战天成终于拿到了他的第一分呢 双方比分扯平 咱们看第三 这个比赛是越来越有意思 双方 双方的角色每一场都有变化 好,这一局的话 双方都有草屁精 而且都有这个阵源战 哎,开场就喷 咱们愤怒再开始了 这一局愤怒应该是掌握住战天成的这个出招规律了吧 你看,他就堵了一下子 大招,防住 喷不到 哎,还想来发最王约 这个围火是不可能碰的 一碰就中 防住 BC开,枪开 哎,头一下子响 愤怒后面怎么办 愤怒现在也是显得非常紧张 有点紧张,大招喷 战天成 哎,反身位 周向搞一项又被揪过来了 愤怒这局然不占太大的优势 这点血量 隐藏大招护喷 没想到出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结果 中方隐藏大招互相都中了 但是战天成剩的血量多一点点 他赢了 咱们看愤怒 哎,稳住 硬钢再低 反正就是无规则了 硬钢就是了 战天成继续喷他一把 再来 特别急了吧 真的急了吧 再来 喷 哇 连续的隐藏大招真的烧死 接着看愤怒下一个角色 愤怒看来真的是稳不住了 我们来看他的草地精 哎,草地精怎么打 哎,又一方打招 超杀 烧一下 刚好,刚好烧到 再烧一下 这下烧不到 哎 要不然再开大沙地 愤怒他开始 哇 暴走模式了 这草地已经开始 现在杀到了战天成下一个角色 战天成的李草也来了 不知草 嗯 愤怒住 压着死神 两点开BC一个ZBC 小小跳逆向 意图非常明显 战天成也并没有强开B4嗓子 超杀 烧到了啊 战天成学习了愤怒的打法 这一局 但是被闪过去了 学习奔怒他还没有学好 奔怒倒是开起了一套脸 一个Z一个Z 好杀大沙地上 两次双火你带走 直杀战天成最后一个角色 最后一个草地 果然是不容小觑 咱们接着看 战天成最后一个猴子了 好的 我们来看猴子直接起飞 哎 个急个急 胜了取消大沙地 哦 不到猴子反身为开BC 带走了 应该要 哎 空中来一发四连撞 大招来了 战天成拿到了第二分 好的 现在已经来到战天成的赛点了 咱们来看他们这次选择什么角色 每场都有不同的角色 愤怒表示也是压力很大 对手只要一到赛点 可能会慌 这是对 人之常情的一个心理 这次愤怒选了两个草体经 还有一个阵源寨 开场 战天曾经用莉安娜手发 哎 莉安娜现在开启一波攻势 哦 刚硬刚飞地 大招的帮助 这种落吹大招 已经对战天成形成不了什么伤害了 我们来看莉安娜再次走一发 哎 这阵源寨步步紧逼 一直想近身 搞一下子 近身搞事情 稳住不让 哎 近身BC 阵源寨再来一发酒活 走道取消 大招空了 莉安娜感觉机会要来了 一个大币飞了过去 半血没了 手刀取消 开BC 暴走以后隐藏他们 插一下 插得漂亮 再走 战天成形是彻底急了 当然感觉愤怒这一局比他还要急 接着看愤怒的草体经 出场 两点开BC 哎呦 没有掌握好距离 重拳没有掏到 现在看莉安娜血量不多 他会不会再暴走 再开隐藏 暴走 机会有没有 又要没有了 暴走之为挨揍 现在来到战天成下一个角色 战天成的阵源寨 出手 哎 稳住 吹一口大火 阵源寨稳住吗 可以阵源寨又来立法 BC开了 操杀带入 一点点血量 愤怒之声 一层 哇还想跳 跳也跳不过这一口大火喷过去 现在来到分度最后一个复制草体经了 两个不同的草体经他都选了他都选到了 亲口压住BC开 一个贼一个贼又是这个熟悉的一个贼 这又接入大蛇体 倒一下子 双火麻药 距离不够 身位不够 反而中了一发隐藏 大蛇体 这时候要不要再吹BC开大招 分断血量 大家注意分断血量被磨下去了 刚才这个气势特别好 哎呀 没有打好啊 但是不要紧 他还是有机会赢的 这个版本只要你有一点血 就有可能有机会赢 接着看战队成的马克西马 哎 哦 你想BC开了 没有了 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了 带走 大家来不关注订阅每天 更新期待段视频